很多專家我們幫大家做了一個重點整理 中山醫大的謝中學謝醫師 他說這個變異株讓他有 風雨欲來的戰力感 他說之前Delta他還沒有這種感覺 應該說比較沒有這種感覺 現在這個Omicron讓他 更有這種風雨欲來的感覺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當時有心驚一下 因為他說 如果說重症增加 疫苗保護力下降的話 同時出現 各國會重回封鎖邊緣 還有又要重回封城的生活 再來黃立民醫師 他覺得說很頭痛 這個病毒的變異代表 過去感染過或打過疫苗的人 都可能對於其他沒有免疫力 加上這個已經在南非 某些地區取代現在的Delta了 所以Omicron讓他很頭痛 因為如果說擴散開來的話 恐怕面對來臨跨年活動 他說到重點了 來各位把口罩戴好 最後一道房間 我記得之前王二賢理事長 也講過很多次了 口罩戴好 這是最最後一道防線 來醫師沈正南 他說我去年就說了 你今年也跨不了年 還有來中區的指揮官 黃高斌醫師 他應該是跟王二賢理事長 比較對我們的現在防疫的疫情 也算是比較充滿盼望 沒那麼可怕 這跟之前的這個變異株 差不多沒有什麼稀奇的 好接下來要來問王二賢理事長 這一點呢 柯文哲也今天有說 他說他發現 70歲以上呢 還有20%的人沒有打疫苗 那以現在的覆蓋率來說 王二賢理事長 你覺得還沒有打疫苗的人 是不是要再 推動他們去打疫苗呢 還是說達到 怎麼樣的一個覆蓋率之後 其實是可以不用 逼著每個人都要打疫苗的 這個疫苗啊 還是要盡量去給他打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一定要做的 那現在打的疫苗的時候 有些人到了那邊就是打不動了 美國到了百分六十幾 就打不動了 臺灣到了百分之七十幾打不動 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所以這些人一定要用其他的方法 不能再用老方法 我說老狗甩不出新把 SE 不要用那個老方法去幹 要用新的方法去幹 我今天看到大理 好像有打疫苗送百米 那個送也是 送也是老把戲 我個人覺得應該改成 應該改成主動的接種 因為這個疫苗真的是很重要 不管是不是變種 他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變成主動的 主動接種 什麼意思 有哪些人沒打到 政府都有名冊的 這個名冊打的你去找他 把他找出來 讓他打 你好言相倦 你道府接種為什麼不可以呢 這個全民接種的疫苗 剩下這些就要這樣子做 你不能在那邊 還在那邊發通知 還要叫他上網 他就是因為不會上網才才不來打的 對不對 那你現在不去找他嗎 所以這個要解決辦法 要解決才可以 你不能夠這樣子 再等著 等著永遠上不去 但是這些人又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專注老年人 因為老年人 你這個變種病毒 如果有疫苗在的話 基本上他的死亡率會降低很多 但是你沒有 沒有這個疫苗在的話 這些人的死亡率會很高的 尤其是老年人 所以這些人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剛剛王仁賢議長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的疫苗的這種接種 好不容易現在還稍微有放寬一點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到相關的 這個醫療衛生所 你還可以不用透過這個1922網路預約 很多人真的會覺得很麻煩 很多長輩只要一聽到說要打疫苗的時候 就會直接拿手機說幫我用 有沒有 大家很多長輩也會覺得說 他也知道說自己家裡的人很忙 可是沒辦法 你政府現在就規定的這麼麻煩 也搞得他們覺得很麻煩 甚至有的人他們可能就想說 算了啦 我就是七八十歲了 我也是都過得很好 身體也硬朗 不然我還是我就不用麻煩了啦 剛剛王仁賢議長講的 主動初級啊 道府服務呢 比如說偏鄉 比如說弱勢族群 是否可以有道府服務這樣的一個 因為有的人他可能連出門坐車 他可能不見得到自己家附近的診所 他可能連出門他都不方便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疫苗接種七成 能不能再往上突破 王仁賢議長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了 就是呢 我們打疫苗的方式是否要有所改變 文元哥你怎麼看呢 現在的這個Omicron 有專家 有很緊張的 國外有邊境開始準備封鎖非洲的 好 來看到我們的好了 我們現在的重點是把這些國家 列為高風險國家 南非波札納 納米比亞 賴索托 史瓦蒂尼 星巴威 那很多人就在講 我們不用超前部署嗎 不用follow美國爸爸的腳步嗎 拜登的下令是禁止南非等 八國的旅客入境 當然我們跟美國的狀況是不一樣啦 美國現在的疫情呢 還是有很多人不戴口罩嘛 不去打疫苗嘛 但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棒耶 我到現在走出去 大家都還是戴著口罩的 沒錯沒錯 我現在在選區拜票的時候 其實大家口罩都戴好好的 今天講打疫苗 我覺得剛剛益生主播 跟這個王仁賢議長講的沒有錯啊 我們要有其他不同的方式 我們最近不是某美式賣場 在一個黑色星期五嗎 我們就去 美國那個賣場就會免費贈送疫苗嘛 我們台灣黑色星期五就說 你打疫苗 我再給你再多打折 好 增加他的購買意願 好 包含你剛剛提到偏鄉也是一樣 其實不只偏鄉喔 包含整個台北市 只要他的老公寓四五層樓以上 四樓跟五樓 對台北市來說就算偏鄉一樣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老人家他行動不方便 他根本下不了樓啊 那如果他平常小朋友 就沒跟他特別住在一起 或小朋友在工作忙的時候 沒辦法把他帶下樓去打疫苗的話 其實很多長者 他在自己家裡 他是沒有打到疫苗的 但他會不會出門 他偶爾還是會出門 所以那個風險還是在 那回到這個疫苗的新的病毒 老實講 今天大家講這Omicron 大家去看一下那個希臘字母表 他應該已經排到第13位了 跳過剛剛的什麼New啊 什麼C啊 其實過去還有什麼 什麼Lambda 然後怎麼Capa 就很多其實過去 都很多類似變種的病毒 那過去 每次媒體在講的時候 都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新的病毒 都看起來很危險 但他到最後到底有沒有那個傳染力在 或他對於重症率或死容率 到底有沒有提高 其實每一次新的這種變種病毒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會驚慌一次 所以我其實很贊同 剛剛索惠議員講的 台灣面臨這個清零 跟這個病毒共存 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正確觀念 最近我們都在打 除了這個新冠疫苗之外 其實最近流感疫苗也都在打 每年都要打一次流感疫苗 那面對流行感冒這樣子的病毒 其實呢 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有機會可能會得嘛 那打流感疫苗就是希望得了之後 不要那麼嚴重嘛 重症率降低嘛 但流感病毒 是不是每年都存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是啊 但覺得一般民眾會不會害怕流感病毒 老實說大家覺得還好 那長者他們會比較擔心 所以他們去打疫苗 所以回到這樣子的一個新冠病毒 面對這樣子 我們其實疫苗覆蓋率漸漸漸的上升之後 大家重症率下降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應該要建立起一個正確的觀念 我們應該要試著去學習跟病毒共存 台灣每天講清零清零清零 然後民進黨最討厭這個大陸 也是說大陸也是這個清零清零清零 今天民進黨政府跟中國大陸一樣 每天都在要求清零清零 清零這麼重要大概重要 但問題是我們真的可以 防範這些病毒進來嗎 我認為啦 目前的跨年活動 到現在為止 面對這個新的病毒進來 我認為可能是相對安全 為什麼 因為老實說 現在人口的流動還沒那麼多 但有的確有個破口 很有可能會形成破口是什麼時候 就是農曆春節的時候 剛剛益貞主播有講到 我們面對原本的這個14加0很嚴格 好 因為防禦旅館不夠 還是什麼種因素 然後指揮中心調成 10加4最後變成7加7 請問這個 從14加0變成7加7這中間 有沒有任何專業的醫學或科學的判斷 還是只是為了 因為我們防禦旅館不夠 我們旅宿業只會抗議 然後國外的那個 台包想要回家 想早點回家 所以指揮中心說 好啦 那我們變成7加7 各位啊 7加7 他如果真的能 最後的7天能 第二個7天能真的在家 加強版的居家檢疫 能確實的在家裡檢疫 而且一人一世的話 當然我們是覺得說 防疫是可以成功的 但的確我們這一兩年 我們面對很多民眾 他面對這個再回到家裡之後 他會鬆懈 而且包含現在 先講的這個Omicron這病毒 我不知道好像在其他國家 有一個案例是說 他防疫旅館他住對門而已 然後這個門的人他得了Omicron 沒想到對面那個門的 他也被感染了 在防疫旅館裡面 照理說應該是不能出來 他也控管很嚴的 那為什麼會感染 所以其實面對回到家裡的時候 你的防疫的這個手車 你的防疫這個準則 或者你的防疫標準 能不能確實執行 我覺得恰恰性 這個才是我們台灣 接下來會面對的最嚴重的事情